我們這次的歌不只是優美 那些歌不只是說 要難聽是吧? 是 喝杯九光雙精酒 我們有個香港歷代最高興的廣告歌的演唱會 還回這一堆廣告歌的一個清白 就是有Live Band去認真地演繹他們 因為有很多我們集團回憶 不只是 例如廣告歌 或者是我們小時候看過的琴片 天珠藝局 其實是由我們成長的過程 有很多音樂在我們身邊陪伴著我們 其實很掛念一個 整班家人一起看電視 大家都沒有手機的年代 你說就說說電視 但其實你一說電視 就是一個年代的 其中一個年代的相處的回憶 現在90後甚至2000後出生的小朋友 他們沒有想過以前是這樣的生活 就是想傳承這種生活的溫度 疫情的時候我們整個行業停敗了 但我怎麼都沒有想過 在疫情底下 我自己是真的有機會去種維藏市場 這個緣分是令我覺得很感動的 其實我們也不會說要推介大家 不如一起去種米 但我覺得背後的精神才是最重要 因為我們在珍惜一些我們創作的東西 我們自己親手做的 人欲出來的東西 譬如在我們生活上 或者我們現在做的工作裡面 我們可不可以有那種堅持的精神呢 我們可不可以有那種自己要創造一個好的回憶的想法呢 其實我們可以放回我們生活裡面 我們不只是想令大家唏噓 黃瞻寫的一首歌 有一句歌詞是很好的 就是 架變 知否世事上變 變幻原始惟同 你這個變幻 其實你是不能阻止的 印象最深的是 他怎樣寫獅子山下的歌 就是當年寫劍尾大火 他在大火對面那條街的堂樓住 看著大火 安頓了那幫本來重失家園的人 他就是看著獅子山那塊石 看著那幫人經歷過這樣的浩劫 沒有了家園 但很短緣之內 重新在那裡再見過自己的家 然後他就寫了獅子山下 我們看到香港由開放到現在 我想我們都經歷了不同的高高低低 民生的也好 戰亂的也好 疫情的也好 我們現在可能是低潮 我覺得從這些故事裡面 令到我知道我們在這個地方成長的人 那個韌力是很厲害的 只要可能一首歌 或者一個曾經發生的故事 已經可以給到力量我們繼續走下去 那時候2019年因為要做這個戲的research 我就問回很多家裡的老人家 問他們的故事 我會哭的 我公公和我婆婆的結緣呢 其實就是我公公就認識我婆婆的大哥 他們是好兄弟 自願想去補貴這些地方 參加抗日軍隊 然後家裡也不給了 兩個好兄弟偷偷地去 我婆婆的大哥就沒有回來 那我公公就回來了 他要照顧他 然後就開始跟我婆婆拍照 那時候我不明白這些情緒是甚麼 我只是覺得是一個很轟烈的故事 經過了這兩年的沉澱之後 我很明白這種精神是甚麼 我去到大概兩歲左右 有一個婆婆 就是我爸爸 我爸爸是個中醫來的 是我爸爸的病人 那個婆婆很有錢的 是一個有錢的女人 那她就生不到小朋友 然後她看到我很有趣 她跟我媽媽說 你八個子女你怎麼養到 不如你把阿君賣給我吧 我媽媽決定不給她 寧願辛苦一點 一起捱 都不可以一家人分開 那我才可以變成今天的我 如果我們不會講今天的故事 而我們是會 我們這一刻負責的 是說我們阿公阿婆阿爸阿媽 那代人的事件 我們要把那些故事 留給我們後面的人 還有因為今天 我們是創造之後的回應 是 試過讀書 讀小學的時候 到時候 然後很期待老師 推過電視櫃 一起在教育電視 然後在教育電視 聽別人說 Hello 然後就跟著說 Hello 那你有沒有試過 用一盒兩支 去透過液量 把透明的支開著你 你一定會去配套 你那兩支的東西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鐘 小鐘